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卓的频道 我是安卓 今天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特撒今年第一季度的交付成绩出炉了 坦白说他们角出非常亮眼的成绩 但为什么今天特撒的股价却是大跌呢 在我现在录影的当下 特撒的股价是下跌超过6% 等于是把上周五的涨幅几乎都给吐回去了 今天我想要利用知名实况主丁特 他不久前分享他的美股投资 由最高点爆减了40万美金的那支影片 跟大家聊聊 丁特他算是对特撒非常有信仰的投资人 而且坦白说他的入场时机点都还算不错 所以透过他的例子 有许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当然我也会公布我的投资成绩 各位可以看看到底哪种投资方式 是比较适合你的呢 以及最后随着电动车越来越普及 他的充电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最近JDPOWER有向调查出来 表示有许多的电动车车主 对于家庭充电感到越来越失望 但这个调查结果跟我身为车主的使用经验 是完全不同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都会在今天的影片跟大家一起分享 一如以往 如果你觉得我整理 以及分享的这些资料 对你有点帮助的话 希望你可以在影片下面帮我按一个赞 这就是对我以及我的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而首次来到的频道的观众 也欢迎按下追踪键 日后就不会错过更多 跟特斯拉以及投资理财相关的话题了 接下来我们就先从特斯拉上一季度的 好表现开始聊起咯 按住这边特别感谢 Gamma 翠光 隔日子赞助这次影片的播出 如果有贴隔日子虚招的朋友 记得使用我下方链接去购买他们的产品哦 真的不敢相信 我们已经过完今年的四分之一了 仿佛我昨天还在过去年的圣诞假期一样 而随着第一季结束啊 特斯拉马上宣布了 今年第一季的交车成绩 它的成果非常亮眼 特斯拉今年第一季全球交车数量 来到42万2875辆 这成绩比前一季成长了百分之四 跟去年同期呢 则是成长了百分之三十六 考虑到现在的景气啊 我觉得这个成绩算是非常不错哦 当然这一切主要是归功于 特斯拉在全球进行大降价的结果 望上礼拜我才刚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季度在台湾要交车的 Model S Plaid 甚至大砍了151万台币哦 所以在大环境不如以往的情况下 特斯拉越来越走向薄利多销的方式 这个态势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这边的薄利啊 跟其他车厂比起来 这个获利能力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上周五特斯拉股价暴涨超过6% 许多分析师认为 就是因为投资人预期这个成绩会非常亮眼哦 而事实上结果也没错 因为这是特斯拉再度突破自己记录的数字 另外还记得马斯克在1月时说过啊 他的目标是今年特斯拉可以达成200万辆车的交车量 各位要记得特斯拉还有许多的GIGA工厂 还在陆续的成长当中 讲到GIGA工厂非常碰巧 这几天有两座厂呢 达到了自己新的里程碑 包括呢在3月25号 特斯拉的柏林厂达到了每周5000辆车的产能哦 这个是自柏林厂2022年3月开工以来 花了一年的时间达成这样傲人的记录 非常不容易哦 另外无独有偶就在昨天 特斯拉的德州GIGA厂也达到了 每周4000辆Model Y的产能 也就是说光靠这两座厂 每周就可以提供至少9000辆车以上的产能 而且还在持续增加当中哦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特斯拉依旧有非常大的比重是放在中国市场上 虽然特斯拉并没有公布各个地区的详细交车数字 但是根据我们已知的资料 中国的成年会之前公布过 特斯拉1、2月的交付量来到14万辆车左右 就是说只要他的3月交付量跟2月差不多就好 就代表有超过20万辆车 也就是将近一半的量啊 是由上海产所生产并且交付的 所以这个比重相对还是蛮高的 尤其中国市场现在正处于价格大战的状态下 特斯拉能够一直站着笑到最后吗 这我相信是所有投资人都应该持续关注的重点哦 而讲到投资刚好知名实况主丁特 在上周不另分享他这三年来的美股投资成绩 他的投资组合在去年底从最高点大跌了将近40万美金哦 而在他录影当下 他的投资主力特斯拉其实已经回到196块的位置 比今天还要更高了哦 但即使如此他的总投资报酬率呢 依旧是负的7.81% 不过想跟大家聊这些 并不是要笑他的投资表现怎么样哦 相对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而且说真的愿意这样公布自己投资的表现呢 我觉得就已经赢过许多光说不练的人了 而会想要以丁特为例 我觉得他在特斯拉的投资说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哦 大家待会自己去看他的影片啊 懒得找的人我把他的连结放在下方的说明栏里 关于特斯拉的股价最高曾经来到分股前 1200多点也就是现在约400出头的位置 而大家看到他的入手价格全部都在300块美金以下 少数有超过250块的哦 而且都是在下跌的时候才进场 所以已经好过许多追高的投资人了 而他对特斯拉也是非常有信仰 他在影片中说到他是一路边跌边减 但减到跌到138块的时候 就再也下不了手了 这就是我之前常跟大家提到的 投资个别公司最大的困难是 当他在大量下跌时 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信心 不但不要把他只赔出场 还要能够加码进场 这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事哦 当然我们先来结果论来看 如果今年1月丁特有足够的勇气 持续加码进场的话 现在的获利肯定是更高的 但困难的是在当下那个氛围 即使是信仰这么充足的丁特 捡到了138块就再也下不了手 那更不用说有些信仰不是那么充足 或者急需现金的朋友 可能不得不卖在最低点哦 丁特已经算很不错哦 他的入手时机除了不太差之外 他在最低点的时候也没有承受不住压力 而把股票给卖掉 大家知道当今年初 特斯拉只有111块美金的时候 跟现在他还有获利16% 3万9000块美金相比 那个时候光特斯拉他可是倒赔 8万7美金大约是负35%左右 所以他能够hold住不卖掉 我觉得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不过也还好他的主力 特斯拉最后有拉回来 有创造约16%左右的收益 但即使如此 他的投资组合呢 在他分享影片的当下依旧有着7.81%的损失 尤其他的投资金额又这么庞大 看起来当然又更加吓人啊 对比我自己一笔常跟大家分享的 在2020年的无脑投资 跟他一样也是刚好三年哦 从6万5千块美金入场到现在 刚好再度突破8万块 而在过程中呢 我基本上就是放着什么事都没做 让他自己利息再投资 另外一笔在这两年算是最动荡的时候 所建仓的投资呢 到目前为止也都还是正报酬 约3.64% 相信以前有听我聊投资的朋友都可以作证啊 我的投资方式很简单 就是挑美国国庆日以及圣诞节 也就是7月跟12月的时候 挑一天市场下跌的时候 进场做定期定额 因为我相信个别公司的股价是没办法猜测的 像是以特斯拉为例 上周五大涨今天却又大跌 难道今天投资人担心他的获利能力 上周五就不担心吗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新闻解释 股价的涨跌都是事后诸葛啊 根据当天是涨是跌 再找个理由来解释他的表现 但对于整体大盘我就不这么看啊 因为我相信这是一个经济体所成长的过程 有时候遇到一些金融危机 大盘的走向也可能是下跌 但往往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入场时机 所以购买大盘以我而言就不会像丁特一样 接刀接到手软不敢再接哦 相对的只要是在我还在投资的阶段 我是越跌越开心啊 恨不得能够有在07-08年的那种机会 能够让我再入场一次 最重要的是投资报酬率也不差外 当美股在大跌时 也不需要像购买个股一样 每天提心吊胆 以我这笔2020年入场的投资 即使去年美股风风雨雨 但我的总金额呢 也没有下降到入场的金额以下过 所以我不但可以花更少的精力在投资上 同时还可以获取不错的收益 更重要的是我可以把主要的时间花在我的本页上 这才是最重要的哦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丁特最后的结论是 早知道就长期定期定额投资大盘就好 而这也是我自己啊 常常跟大家分享我的投资方式 只是经由丁特这个曾经爆赚 而且投资金额这么庞大的人来分享 或许更有说服力也不一定 不过话说回来 我是觉得投资金额多少不是重点 而是能够尽早开始才是最重要的 这方面我跟丁特的想法倒是差不多哦 因为每个人的收入不同 他是认为投资必须用你的闲钱 而我是认为你必须有足够的准备金之后 再来进行投资 其实为了都是同一件事啊 就是避免你在需要现金的时候 认赔出场 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 另外对于投资大盘 我是觉得应该越早开始越好 因为它的复利效果是需要时间来滚动的 所以各位早准备好的话 随时都是开始投资的好时机 哪怕你的低比投资只有一股的ETF 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哦 那更不用讲 富途想要持续鼓励 想要开始投资的朋友 由于活动反应热烈 富途决定针对安卓的观众 继续赠送Apple股票 各位有我美国沙码的朋友 只要透过我说明栏的连结去申请开户 并且入金3888美金 90天以上的话 目前是可以抽16股的股票 而且其中有一股 保证会是Apple 另外对于交易不是那么熟悉的朋友 不用担心富途现在有一个模拟交易大赛 不管你是新用户老用户都可以参加 而且第一名呢 还可以获得高达1500块美金的奖券哦 这个是零成本的比赛啊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记得一定要透过我连结申请 才能获得Apple股票 大家算一下 这个投资报酬率真的超级高 聊完投资 我们接着来聊聊 关于电动车的整个前景哦 在之前影片跟大家聊到许多次 关于中国汽车市场的整个大暴跌 其中以燃油车的跌幅是更加巨大 在前天Electric有篇文章非常有趣 它讲到中国燃油车的价值暴跌 它是煤矿中的金丝雀 在以前不管是煤矿 或者一些地下工作的环境中 有些人会利用金丝雀 来检视它的空气有没有毒 因为金丝雀它的呼吸系统 比人还要更为脆弱 所以空气如果有什么异样的话呢 它会比人类还要更早反应 所以现在我们是拿它来比喻一个 对于危险的先行指标 而对于电动车以及燃油车 未来的发展其实在中国 可以当做一个非常好的借鉴 其实中国电动车的起步 是较美国略微缓慢的 在2015年时 全国电动车的比例还不到1% 在当时美国的加州 已经来到了3.1% 但是到了2022年情况 整个大翻转 去年全美国电动车占约7.2% 而比重特别高的加州 是来到了18.7% 但还是大输中国的30% 大家看到这中间逆转的差异吗 当然这一切除了来自中国电动车产业兴起之外呢 来自政府对于空污的管控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不止中国 现在许多国家也都定出在未来某一年要达到新车 只能贩卖新人员车的目标 所以我可以大胆预言 未来电动车的需求只会大幅上升 而相对的燃油车只会越来越难卖 所以这几年打算要入手新车的朋友 你可能要仔细想想 你要选择电动车 还是要选择燃油车呢 你们未来当车商的燃油车越卖越少时 它的二手车价值也会跟着下降 所以除非你打算要持有十几年 不然大家要把这个折旧成本给算进去 各位千万不要觉得这项改变还要很久才会来到 像在挪威啊 他们新车几乎已经全面电动车化了 而他们原本也是预计在2025年时就要停止所有新的汽油车贩卖 而另外现在在中国正在上演的降价风潮呢 其中又是以燃油车它的降价比例更高 包含之前讲到的BMW新车 不到两万美金就可以开回家 连日系的Toyota都推出买一台电动车 送一台燃油车的促销 这真的是很难想象吧 所以各位不管你喜不喜欢电动车 这个趋势看起来已经是没办法逆转了 而对于使用电动车 许多人担心的就是它的充电会不会非常不方便啊 非常碰巧 JDPOWER最近出炉的一份调查指出 有越来越多的电动车车主 对于家庭充电的满意度是下降的 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这跟我的使用经验有非常大的落差哦 首先造成车主满意度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电费的关系 不过这一点呢 如果你是使用汽油车的话 我相信会更为不满吧 以目前大部分国家的电费 相同里程使用电动车的电费应该还是大幅低于汽油车的油钱吧 更不用说最近沙奥地阿拉伯又搞减产啊 这个汽油价格短期内我觉得也是下不太来的 而另外一个会让满意度下降的原因就是家用充电的速度了 那各位只要你家里能够安装一个Level 2也就是220伏的插座 就足以解决这个充电速度的问题哦 以我的Model Y为例 我家的NEMA 1450插座大约只需要12到16小时 就可以把我的车从零充到百分之百 但通常我们回家还会有些剩余电力嘛 而且我只需要把它充到约80%就足够了 所以大约也就是只需要六七个小时 就能够给我足够的电力供我隔天使用 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只要你家能够安装一个220伏的插座 隔天起床你的车就已经有足够的电力在等你了 这跟我以前每个礼拜需要去加一次油 是完全天壤之别的 不过聊到充电啊 刚好特斯拉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 Cyber Vault 这个Cyber Vault外观充满了Cybertruck的设计元素哦 大家一定一眼就看得出来 它的定价是人民币5500块 大约是800块美金左右 而且可以在室外使用 但如果你问我有没有购买的必要呢 我是觉得没有那么迫切啦 因为说穿了它就是一个外壳而已 除非你的充电座有上锁的需求 不然我是觉得这个钱呢 应该大可以省下来 因为即使是一般的wall connector 它已经具备有室外功能 不怕风吹雨淋 所以这个Cyber Vault 除非你非常喜欢它的外型 或者你担心你的充电座会被拔走的话 不然呢 我真的觉得这个价钱是有点高的哦 不知道各位观众 你们觉得特斯拉推出这项产品有什么看法吗 你们觉得美国这边也会引进吗 希望你可以在影片下面留下你的想法 今天的影片就先来到这边 希望对你能够有点帮助 当然也透过我们的分享啊 希望你在投资的路上可以更有信心 感谢看到这位朋友 希望你临走前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还没follow朋友记得按下最后键 并且打开小铃铛 有美工商码还没申请付货的朋友 赶快申请起来 免费的Apple股票真的超香哦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下支影片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话题 感谢你的欣赏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